紅斑新浪腸的起頭 通常就是先天再加上後天 後天大概很多就是一些環境 比方說病毒感染啦 或者是一些環境的一些影響 從而導致這個疾病發生 紅斑新浪腸的患者 第一個會出現的就是臉部會出現紅疹 就像所謂的蝴蝶般 那要注意的就是它在法令紋這個地方 它不會被受到影響 這時候就要比較懷疑是不是 紅斑新浪腸 當然除了臉部之外 其他身體任何地方都可能會被侵犯到 紅斑新浪腸是一種免疫失調疾病 後發15到25歲的年輕女性 最常見的症狀為掉頭髮 口腔潰爛 皮膚起紅疹 而病情最嚴重會侵犯到神經系統 導致癱瘓 也有人會引起肺出血 值得注意的是 若出現了下肢水腫血尿或尿液有泡泡 要提高警覺 很有可能腎臟受到影響 張小姐最近紅斑新浪腸的狀況怎麼樣 已經穩定很多了 然後關節痛的部分也少很多 來我看一下你的關節 那你那個嘴巴有破嗎 有沒有新的疹子跑出來 沒有 目診都感覺都蠻舒適的 一張張照片都是張小姐過去因為紅斑性狼瘡發病時狀況 樂觀積極治療態度 病況終於獲得改善 43歲張小姐因為紅斑性狼瘡 跟著她20多年 過去經常出現關節疼痛 全身皮膚起紅疹 口腔潰爛 病況嚴重 呼吸時胸部會有痛覺 因為沒有辦法了 你只能接受它痛 所以你就享受它痛的感覺 然後讓自己心情沒有這麼的鬱悶 紅斑性狼瘡會引起肾病變 造成血尿 蛋白尿 若沒處理好未來有可能面臨終身洗腎 紅斑性狼瘡的起頭 通常就是先天再加上後天 後天大概很多就是一些環境 比方說病毒感染或者是一些環境的一些影響 從而導致這個疾病發生 我們的治療通常會需要用到類固醇 還有民意調節劑 就是我們所謂的民意抑制劑 不過最近有一個生物製劑 也有機會用在這些病人 尤其是他們有腎臟侵犯的時候可以使用 紅斑性狼瘡通常是伴隨著急性皮膚的徵兆 最典型的就是在病友的兩側的顴骨 到鼻梁之間會有一些紅疹分布 紅斑性狼瘡的患者 常常第一個會出現的就是臉部會出現紅疹 就像所謂的蝴蝶般 那要注意的就是它在法令文這個地方 它不會被受到影響 這時候就要比較懷疑是不是紅斑性狼瘡 當然除了臉部之外 其他身體任何地方都可能會被侵犯到 病友的皮疹經過陽光照射後變得更嚴重 這種特性稱為光敏感性 手指和腳趾暴露在寒冷的環境中 會變成藍紫色稱為雷諾式現象 而關節痛也是早期的症狀之一 雖然關節可能會有紅腫熱痛的現象 但很少會有關節變形的情況發生 紅斑性狼瘡是一種自體免疫性的疾病 那一般來說正常的情況下 我們免疫系統會抵抗外來的病菌 而幫助我們避免得到疾病 但是在這種自體免疫系統出問題的病人身上 他會產生自我抗體 而去攻擊我們自己的細胞 天冷的時候手指或腳趾會發生 變白變紫會發麻 我們這個叫做雷諾式現象 這通常是在硬疲症 或者是紅斑性狼瘡的病人身上會發現 臺北龍總過敏免疫風濕科陳明翰副教授表示 紅斑性狼瘡常被誤診或是延後診斷 從皮膚紅疹 掉頭髮 嘴巴破 關節疼痛 其實都會有相對應的疾病 在臨床上免疫風濕科醫師會協助做免疫學檢查 才能正確診斷 避免延誤病情 TVBS新聞 陳如環 蔣志偉 台北採訪報導 日清潔 蔣志偉 村斤 港版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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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